大家好啊 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学挖机多久 到底学多久能出世啊 说实话 这个没有固定的时间啊 这个有有好几个方面 第一要说你练车的机会多不多 上了工地跟着师傅学的时候 如果练车的机会多 那就学的快 有可能三两个月就出来了 如果说你上工地活着有难度 对吧 师傅经常不让你摸车 摸车的机会少的话 有可能就要半年多 对吧 或者多半年 反正这后还有就是说 个人的悟性啊 与个人的悟性有关系 人家对吧 你老子好使的人 有可能眼力见好的人 有可能学的也比较快一点 就是说你平常人家反应迟动的人 可能学起来就要慢一点 这都是有着两方面啊 所以说没有固定的时间的 但是大部分来说的话 反正学挖机头一年 肯定是挣不到什么钱 前半年你学徒的时候 大部分没有工资 等到后半年的话 你出去就算干活 你那时候刚出来嘛 人家充其量给你给个生活费 所以说学挖机头一年 基本不挣钱啊 但是你咋弄 你就算反应再迟动的人 有个一年 你咋弄也能学会了 再一个说了 这个东西就算你说出师了 你的技术肯定也没有人家老师傅的好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 它不可能 不可能说是谁学会了 就是说学到有多牛逼了 你刚出来的 你一两年的 你肯定跟人家七八年的五六年的没法比 对不对 这个东西说实话 就是干到老 学到老 边干边学的 只能说你简单的 简单的一些活会干了 就可以出来了 出来边干边练 对不对 不可能说学到和老司机一样了 才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